2017夏季冠軍賽最後第四組第一組的賽程 將由歐皇Pavell 10-0的選手來對上中國女司客白澤 會以大家對白澤比較陌生一點 他在中國其實有擔任非常多就是當地的賽事 或是擔任轉播 那他其實出世提升就是大家對他有印象 是在之前的狂野模式就是開放模式的時候 其實就拿下有代表中國晉級 然後拿下自己的八強 算是也有相當不錯的成績 但這一次他的資格賽是地補進來的 他當時拿下第三名 然後是拿地把就是他的另外一個對手 賈賈最後沒有辦法前往比賽現場 所以由他地補進這一個席次 我們來做這個 Pavell vs.Einzen 我沒有太過分知中國人 因為他們有不同的媒體 也有不同的網絡 也有不同的網絡 因為他叫她是女孩 而是她一位 第 primer打的是Pavell 我第一次參賽是Pavell 我認為她是圓勝的 負責想他應該想想 什麼地方她應該會在中央 他一定是一位非常有名的 他一定是一位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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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是很高兴 我会比较高兴 比较高兴 是一位军军 他不太关心 他比较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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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高兴 他比较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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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任何可以在《Hearthstone》 Pavell vs. Aizu Ready Set Go 可以看到两边所准备的套牌 Pavell是一个很正常的 就是一样是卡札木配上崔玉德 一个青王者以及最后的进退化SAT 他在资格赛进退化赛 拿到相当不错的成绩 白哲是这一次唯一没有带德的选手 请问你怎么看呢 罗杰 我自己认为他带了三副青王 我就觉得他比较偏向来抓德鲁伊 然后我觉得 Pavell他这次带的牌 其实跟他资格赛的时候 其实只差一副白 就是把DK巨人数换成盗贼 然后我觉得第一场是萨满那一招 那也蛮关键的 第一个就是 这一把 这一把非常有趣的就是 虽然他们打的都是进退化SAT 可是白哲的萨满可以叫 真进化SAT 为什么呢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三副青王 泰尔达朗青王以外 他还放了两只进化大使 而且他的青王来了 好期待他的发挥哦 对 就目前看来 Pavell其实很顺 因为他有武器 然后有吹雪闪电 可以做一个解采 通常有武器的会比较有优势一点 不过也还好 因为白哲有一个鞋盘海扣可以去拆武器 所以整个节奏也算还稳得住 基本上我觉得内战都是比谁的大圈都利用的好一点 然后跟火蛇释放的方式 然后现在我觉得他们 照着这个手牌 我觉得应该会打一阵子 这两边其实这个 都很接近啊 这几个关键都有到 大概白哲缺一把武器 挺可惜的 嗯 这边 这都一定是老江湖 直接先翻一个 不用多想 哇 对耶 这个厉害 你会有一个3-3的法伤 嗯 对 这个在解上面 不是 好算了 有啦 有闪电 不然一般情况下 就是 来到那个 我们刚刚前面提过 三血就是一个 不好解的一个门槛 嗯 对 不好解门槛 然后这边我觉得是 可以考虑一下教派中心 或选择 翻一个拼法伤 拼法伤的话 就是至少你下游 还有两只怪站在场上 三只啊 三只 没有的话 那大炫瘟应该还是照打 就一样大炫瘟玩 然后就变成 你要多换掉一只怪 你要换掉一只怪 然后没有 大炫瘟打一下 看有没有派奇或是野猪 会不会动 哦 一飞最强 那这边我觉得就看 帕瘟翻的档次 应该是会跟上 今天翻出来的不是 法装主 哎 哎 哎 稍微弱 帕瘟是不是过誉了 帕瘟这边他一定是全下 因为他下游可能要打一个 斜花海扣DK 那这边我觉得就要看 上面这边怎么处理 这边 可能还会再翻 再翻一个 三分之一的机会 翻出来是蓝蓝的 欧洲人就有点危险了 另外一个打法是 他可以选择撞 然后打头 然后直接进化 不过他可能会选择直接教派 但我是觉得可以先翻 因为先翻没翻好 再选择教派也可以 哦 对 然后他这样撞的话 还有一个火蛇图腾 或是武器 哇他直接先提前进化了 哇 哇 哇这有点强 哇暗黑 可是暗黑掉一个 后 后兰公主是蛮强的 中间这两个稍微有点弱 那很难解 等下我算完反而 我算一下 这样很难解 Pawo这边比较麻烦的是 他在想要不要直接 血翻海海扣四斜 当然我觉得他比较倾向于进化那边 可是进化那边就算你四只怪 等一下还是会被对方抖 这一首应该就是这场的分水力 比赛重点 没想到那个我觉得三费那样 亲王真的起到蛮大的效果 等于是我拿三费吸了你一发的炊雨伞 而且还绑定你一定要接 因为我刚好 这到底是Pawo的错还是白哲厉害的 因为刚好他翻出来 可以被复制的这张法杖图成 这个内战 你没有接法杖图成 一个大宣温 打一跟打二是天差地了 对 我这边进化 哦 也还行 不过这边可能被翻一个法伤 就直接取中恨上 真的 然后三费这个是很弱啦 因为叶真是一员 现在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基本单看台面就是解掉两只 不过我认为 那个白哲是可以选择直接超进化的 就可以先下一个血盘海扣 然后六五撞二三 二四斗二二 然后二二再那个 撞一下一五 撞一下一五 或直接撞四二 然后进化三只 你可以直接把这一只 五费的公主进化成七费的 然后场上会有一只七费的 一只四费的 一只三费的 就很强 也不会有危险啦 就不会有我们平常 害怕的几个数字 三费可能 还有可能被炸 而且七费如果进化一只安东宁出来的话 应该是直接赢 所以他要大旋渦 因为他这样打就是大旋渦 那他可能是要打四费的那只进化 应该是 这样打应该是打四费的进化 可是这样 他要选择这样 这样比较好 那他下回合可能就是要进化大师 再进化 配天一只再进化 很强 这个头看到头痛到爆炸 交由领祖 属成7-11 这个非常难解 这里只能单点进化 不算烂 这个镜像人 嗯 Povo这边他很难打哦 应该是暂时都打不回来的 因为除非他这边是有那个 分身兄弟加自己进化一波 然后把场面扑回来 不然应该是打不回来 我刚才想这个大旋渦跟你下那个1 因为换的结果好像 一样 因为这边基本上就是会被抖爆 然后再进化一下 再看一下 看杀花 然后应该会再下进化大师再进化 进化成6费的 再生的 嗯 很强 这血盘海扣应该也可以出 这个DBR出者可以沉默一个死神 因为毕竟对方已经拔过一把武器了 这血盘海扣要拆到第二把武器 是相对比较难的 那这边就看能不能进化 加盾吧 加盾 也不太扣用 666 这个是克苏恩专用的女盾士 那这里就是 继续优势节 然后继续再进化 那这个 是非进化大师应该会再进化 然后他直接出 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这样毕竟下盒 好像已经接近斩杂线了 场攻非常非常高啦 场攻右边10 左边 23 总计23 什么都不管23 因为Povel这边还是想 他还是想稍微再打一下 反正不急 最后只能选 最后没有办法 对面 对面到底是哪一手打的 哦 三进化那一把算是不错 就是教派后那一把 直接进到了一个很凶的台面 就像我们讲的一样 萨尔内战是不太好去处理一只 33的生物 嗯 对 而且他刚好三费的时候 就叫了一只33的生物 为333 有法商加 你吗 嗯哼 而且就等于是直接绑定Povel 这里 尤其是我们刚我刚提到就是内战处理的时候 法商就是一个你几乎优先处理的关键 因为大漩涡 打1跟打2实在是影响非常非常大 但只是 我还是在想 大漩涡那一手是哪里 怪怪的 因为他好像还是解了两只 还是留一只衣物 哦 他们双方都没有ban对方的牧师 Povel是ban了白哲的术士 然后白哲是ban了那个Povel的 德鲁伊吗 对 每一次我比赛都会问我 I get asked about this a lot and I don't think competing in Hearthstone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gender 应该会有的 但是我又不 There definitely are some players that underestimate me But it doesn't matter When we're playing The outcome is decided by the match itself There's actually a lot of female Hearthstone players in China If you go to the offline tournaments there's a lot of women there Maybe they need an example of someone to follow If I qualify for Worlds I definitely will be excited and probably go out for some food to celebrate I guess If I can influence other female players I definitely welcome that And it's a tremendous honor If I'm the first Hopefully that means there will be a second 各位观众你现在收看的是 2011年夏季冠军赛 第一组的赛程目前B051-0 由白哲領先 他的三肺青王術成功过关了 激到Povel的Sama 令人印象深刻 複製了一个法伤土层逼迫 Povel必须用一个很亏的截 在外加上他的教派中 是那一把打了一个小小的进化 他这一把加DK总是进化六次 就一直进化来进化去 就感觉 反正他Sama那段就是你先站到场的人 通常就很有优势 因为毕竟有一个一直优势交换 在还没有跳两级的前提啦 就DK那个影响真的太大 有时候你二三肺的范围 你退化你还有可能退化法伤大胸 我可能还打得回来 然后这边Povel就 直接撞到对方的慕斯了 NACHI我觉得这场应该也蛮有趣的 哦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鬼 这个是一定要 哇 他要直接盖 我认为 以照Povel的个性 他应该会在三肺的时候 弄一个巨无霸凡克里路出来 然后对面这一次是没有办法编一本书出来的 嗯 然后不知道Povel会不会那个 然后白泽是哪 结果白泽下一手是爱因临死出来 零吗 哦 哇塞 那就要看Povel敢不敢做范围克里夫了 因为如果坐下去被沉默 应该就是整组崩掉 这整周还料料 对因为你势必是用水什么 那我一个火箭沉默补火箭 你就打下一场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Povel应该是 会做 还是他就单纯下一个船长就好了 你说船长冲派奇加刀砍掉 其实你没有啊 你冲 等一下我想一下 很难哦 最大化就是他觉得 能收最大化效益的 应该是这一把跳一波 下一把 下一回合 我船长下去还可以帮派奇加加 嗯 可能会拼哦 你拼了 来了来了来了 这里 拉出这派奇 然后先踹一脚之后 按闪拿回来 嗯 这应该是拼了 重新再下 再按闪拿回来 以任务贼的进度的话 你还差两次 嗯 这边应该是直接O了 冷了吗 然后硬币船长吗 没有不可能不可以硬币船长 一定是范克里夫啊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对但是他 哦他想留 那你留一次暗闪这样 嗯 冷一次 没有做好 没有做满 再多一次暗闪的话 是12 14 14 就是你会再下一个 然后再丢一次拿来船长的次数 那这边是直接被打 好这边是选择直接要下末日吗 哦也可以 那这边看可不可以进冷血 没有 POWER这边有沉住气 1 2 3 4 5 6 哦他没有刀 有刀的话下船长是可以解掉 船长然后派起硬撞暗闪派起 是不是快下班了 嗯还没有 因为毕竟POWER是有放凯恩的 哦 等一下你下盒先进一张 嗯 588 对吧你下盒进一张588 接凯恩接战马 还是可以直接把牧师头打破 可以可以可以 这几个还是可以站得住啦 POWER这里的 青王贼是20费青王都有的 嗯 然后三费带了一个 小无敌刀 小无敌刀 四费青王只有嘲讽 嗯 因为他没有其他的效果 好像还有吸血吧 588来了 588来了 有没有有没有 剧本开始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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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看过了 嗯差不多差不多 暗影0是 好不是是缩小 嗯 这会打死人哦 因为如果进 冷血的话 下盒是可以一个浇油 冷血 蹦脸上 然后再炸鸡撞一下 就差不多了 真的 这边应该只能稍微消一下血而已 这边好像解不掉吧 看守牌应该是不行吧 没有我刚才算有没有办法用浇油或之类的方式硬解 但是应该还是不行 那应该这边就是选择直接一个被刺砍掉北俊就好了 他要选择解吗 应该不会解吧 这应该是往脸上灌了吧 我现在应该是要画一个 呃 剧 写一个剧本就是八回要赢吧 因为七回马骑 踢下去 八回就是走炸击暗闪这一套 对 然后他现在在想的是 没有他选择要写奥奇奈的原因是 因为他希望下游一定能战嘛 我应该是不会解 八六应该是打脸上吧 他八六打脸上 对方解得完吗 解到没有 要缓吧 要齐缓 这边很舒服 这边很舒服 这边好像是基本上 好像被烧爆了 火瞻然后缩小可以再烧一次 然后疯狂药水可以再烧一次 然后灵魂鞭尸可以再烧一次 烧九滴 火瞻缩小疯狂 火瞻缩小疯狂 他可以下火瞻一只 然后缩小 先烧一次 然后拉过来 然后拉那个 把那个拉掉 然后可能拉一个传档过来 拉传档过来 没有拉盾吧 这样你才可以打 就是你才可以换掉这边的一只 可是我怎么感觉哪里怪怪的 我觉得这一回合伤害好像可以打得接近 接近半残欸 我只在想那个天生技的顺序 他先点了 会不会影响 好那这边对方一定是直接站嘛 自己定期 我怎么觉得自己打得怪怪的 是不是 就是 好像有更好的打法 天生技不刷 你先撞掉 先撞掉 那这边基本上是没了 就 就这样了 就被打 刚刚马是 欸不是刚刚马 刚刚那一只剩多少血啊 四血 六血嘛 对不对 刚刚那一只多头龙是剩六血吧 我没有想错的话 烧两次 烧两次 天生技点撞 打7 如果我是烧两次撞 我不点我打边吃是不是可以啊 好像是 我没仔细看 因为感觉是好像 就我奥紧奈先撞掉啊 然后我场上会有两只 我打边吃 那个时候 他剩你血我会多打对面3滴 我会多回 3滴血 3滴血太够了 但对面血会更低啊 对面会剩4滴 对因为我自己是认为 他刚 范克里夫那回忆 其实也是可以火灯先抽 对不过他心下了一个末日 反正我觉得Povo这边 他还好他要忍一个 把暗闪留着 嗯 不过这场暗闪也是没用到 因为毕竟关键抽了588 嗯 588打了两拳吧 就按照这个剧本手有刷到两波伤害的话 毕竟卡杂就是绑定截牌真的紧张嘛 嗯 现在就还蛮有趣的是 萨满 萨木打贼木嘛 那我觉得要看Povo的 萨满能不能打得过对方的盗贼 嗯 现在 time for us casters to predict who we think from Europe will moved on to the Summer Championship 我們上了 上去曳jak 雕啊 有哪一套 我跟哈绝 bringing R ult I lost my skill, but actually I don't. Pavel smashing through his opponents.Pavel wins.Wow. Setting new records in Hearthstone.Pavel is your summer champion. 10-0.Unbelievable. My win percentage at the summer playoffs was 85%. Yeah, it's definitely an incredible number. What can I say for sure that I wouldn't play perfectly there, but I think that overall it played pretty well. This is serious business this weekend. Summer championship is my last chance to qualify to the next world championship. I really want to qualify to the world championship. He wants to make back-to-back world champion a reality. In this case,I will be the first world champion to qualify to the world championship twice in a row. I think I prepared well.I think I have good chances. I will be the first world champion. OK,看到剛剛是Pavel的心路歷程 在當初最早的資格賽的時候 我們的死亡筆記本上面 沒有任何人可以預測Pavel可以走到最後 甚至也不是心目中最喜歡的選手 但他就拿下了 但他最後現在成為了人人所呈現的如實歐皇 有沒有天選之人都沒有被選才會奪冠的八卦 我是覺得還好 我感覺就是他畢竟自己 死下來做了很多努力吧 對 就一路走來 厲害 始終努力厲害 我覺得待會這邊就要看一下 感覺他們可能會打到一個牧師內戰 就最後嗎 喔這一把 因為其實現在關鍵都蠻容易是一個牧師內戰 我看他們牧師內戰好像雙方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要提特別的話這裡騎手已經看到了 Pavel有多配一張張鼠 有多一張老鼠然後 沒有鎮報對不對 他們兩邊都是沒有強消耀水的 而且都沒有鎮報 他們也看錯了 對就是看這個等一下老鼠有沒有可能可以拉到 上面已經先五後八了 這個這個這麼順啊 兩邊 他沒有大的藥水他是換小的吧 多換了一張束縛之流 就 這邊我覺得等一下就要看那個 白者會不會被拉到卡渣 因為Pavel是有 畢竟是有老鼠的 因為你把拉閘拉出來的話 那就很有機會 兩邊都先五後八 這場很好幹喔 這場很激烈 真的是很厲害 高手對決 真的是高手對決 才打到四倍 下面黃金鐵三角 三角拳起 也是缺一角 我看兩輪我實在是看不出他們兩邊 他們兩邊牌好像差一張還兩張 一張 一個是有層級 然後另外一個是 然後工程師 就是二費抽 另外一邊是郊遊跟末日 然後還有老鼠 那還差一張 所以兩邊牌組接近一模一樣的 就是四費沒有補 然後換成一費補 然後五八 沒有震爆 有廢輪 就這樣 雖然這邊 Pubble沒有 沒有老鼠可以去拉到對方的 拉閘 但是他還是後面 覺得可以拉卡閘 跟廢 所以這場其實還很難說 這是打五 複合二 然後抽二 然後抽二 蠻強的 我這兩個也真的是很兇 Pubble會兩個扛霸子 上面是可以先 那個 DK的 因為他兵他有心病 殺一個撞人 好吧 怪他一起來 我們這邊在想的是有沒有需要下掛 應該是不會下 可能就直接空過 因為不希望讓對方去綠牌 因為你自己手上已經有8了 不需要綠牌 也不希望對面 這幾隻所有可以下去綠牌的 都會被縮小 除了四費那個抽是已經直接拿了 四費那個可以出以外 其他都不太好 其他兩個都在中對戰 你這Pubble應該會選擇拿成績 因為自己已經有DK了 這邊不用擔心血量會被壓低 所以你拿成績下一個虛擬B 那個就可以解掉 他還是選擇拿死 他想有沒有可能可以解到 拉廢倫嗎 那這樣就是瘋狂藥腿勾走 這樣其實也蠻好的 他這邊選擇拿死是想要拉廢倫 廢倫 廢倫應該是這個局最有可能打 其他都可以應對 我就是拉來拉我也有痛 他剛好兩個 打上打下的 對他都可以應對 我覺得這邊就很關鍵 現在就這樣看起來了 其實Pubble的手還是比較多 因為畢竟他卡閘先抽過兩張 現在兩邊一個你來無往 然後因為復活的關係 所以他等於是先多打掉對手的 多耗費了對手一張牌 多吃掉對方的一張牌 這邊應該是DK發明家了 沒什麼問題 最刺激的時候到 跟上 跟上 真的跟得緊 應該是選擇拿5 打5吧 最左邊 抽2 打5抽2 去繼續填充你的子彈 那Pubble這邊可能就 看要不要考慮秀操作 他還是想先把手牌打少一點 因為他想要 盡量讓手牌空一點之後 等一下找個時間 找機會抽吧 因為他有環遊北郡這一個 他直接不出東西了 那Pubble他這樣留牌 其實就留不住 因為他待會 他可以用熱狗寶把血 都在Pubble計算中 哇 還不夠 算一下好了 不夠吧 沒有震爆 沒有光輝元素 頭上 123 4 補張牌嗎 補張牌 22 然後天地再打2 其他都沒有製造 然後把接下來就是把沒有辦法配費輪的東西先打掉 其實先在這一回合打成傷害 隨便拿一隻就可以使用 他很有可能會再打一張好玩 環應該是可以打 對 這樣他只要抽到震爆或成績就差不多 沒有 他們兩個都沒有震爆 都沒有震爆 就他們兩個超近槍對決 對 都是沒有震爆 那白者的血量被壓得非常非常低 Pubble所動的傷害是4 4 4 16 18 7 0 1 1 能打就是這四張牌 對就是16 4 4 16 然後這家天地機一開始打2 所以主機18敵 沒有瘋狂啦 瘋狂有時候可以再額外打傷害 瘋狂的時候 欸拉一個 欸忽然又多2點 好 再縮小 欸 欸 欸 沒事 喔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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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剛剛眼睛砸太大力了 這邊又把血補滿了 欸 有一瓶大藥欸 沒有震爆 沒有震爆血大概流多少 20 20其實 很接近那個死亡的上下線 對 哇這個精彩 這個精彩 這兩邊真的是砸的精彩 這樣看起來Pubble現在稍微有那麼點危險 因為他沒有補血 他就是有Effet這樣補血 然後 白澤其實多他一個聖魚牧師跟一個強效治療藥狩 嗯 然後還加編織啦 就其實手裡有兩部 2.5部 而且白澤手上那張最左邊那張藥狩 我記得是醜惡 印象中不知道是不是打我 4.6.16.18.18點的傷害 這個可能還是要再輕一波吧 要輕一波只是不知道有沒有需要補血補自己 所以他現在還在想一下 如果這裡開點要打要補自己的話 那就是龍火下去 然後 丟2然後 灌那個 灌那個 灌那個劍子 劍子 他可能不會補 感覺這樣打是不是就不會補 好難喔 如果你今天走廢倫那一套的話 就你廢倫可以硬刷一波 這樣POP是不是死了 可以補10滴 算一下 手裡那個到底是不是打5 因為手裡是打5的話 那樣就算7滴嘛 北俊 北俊就是9 然後 生命牧師 這樣打應該是沒有 北俊 打2 欸 鞭屍 喔 不是喔 大奶 費用不夠 這兩個一定要選一個打 就是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刷一波血量把自己刷滿 對 最大化確保 POP會死 我POP現在這樣沒補血是有點麻煩 沒有光輝元素 所以 接下來就看 萊拉表現了 對不對 你現在就是丟5 欸 可是我想一下 可是我想一下 他在想的是他如果萊拉抽不到補血的話 就很麻煩 還是你這裡 你如果這裡硬拉10滴呢 就是打我們那一套啊 就是 27011這樣這一套 你沉默對面336不要再讓他補 好像有機會 好像有機會喔 喔 看起來是不是 這樣子的話我19滴血 長攻4點 長攻4點我剩15滴血的話 可以 喔他決定要找 沒有他 他要下 廢人 大4 那就是走 五獎的 然後乃10 就這樣成功拉10滴氣 再打4 沉默對面的36 哇這個你來我往我覺得非常精彩 真的是精彩真的是夠贏 但我覺得通常這邊就是會被打成重傷 打2然後先刷邊吃嘛 這樣多洗一吃 然後再打2死掉對面就好 到底是什麼啊 抽2跟什麼 嗯他那樣不知道是抽2跟什麼 其實剛剛沒有自己看 那Puffer這邊他應該也只能 選擇丟萊拉拼命 只能硬刷吧 打2萊拉 打2 打2 擊倒全部都出1 全部都出1肺補 1肺補全部刷底下 這樣或許有機會 好再見 可以再打一個巨 但這個巨打完應該是沒救了 就你巨只能清台 然後沒有東西可以用 哇震爆 欸這樣死了嗎 不知道他那樣子打 上面那張如果是打5就死了 打5是一定死 然後這樣子的話 2 4 他其實是打5 那其實他我感覺他好像有找一盒 不知道是不是就贏了 那現在白者好像只剩下一個親王者 打Pubo的目獅跟道者 沒有啊你說 打Pubo 薩跟目獅 對啊 Pubo的那個啊 薩滿跟目獅 然後打那個 白者的親王者 打白者的親王者 其實他們這場目獅的節奏很快 因為兩邊的5-8來的都相對的快 然後卡札其實都差不多在八費 九費那時候就都來了 7滴血好像不用身高牌 因為他手裡有盾 盾鋸跟 死不能打 那個藥水 那個只要可以丟出去 就贏了 因為你先點2嘛 然後我可以盾對面的怪 拒他然後控丟藥水 就四張手牌 三張手牌就可以打八滴了 好啦現在兩邊即將站到了 現在目前是白者的賽末點 最後一分 青王術有沒有辦法拿下勝利呢 這副暗影18者的青王術 期待他的表現 我們先休息一下 現在的比賽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 為你使排隊 全世界是 progress 來海冠一的話 三番專苑 朵時開� demonstrations 平和尊丶 日本的 정 horror 我來 arthritis 我也買這一次 18-21日在阿姆斯特丹 沒有我只是想看你有沒有興趣自己先開頭 當然是沒有 好各位觀眾久等人歡迎回來207夏立冠軍賽第一組的最後一場賽程 白澤對上Pevel 目前白澤2比1領先來到了他的賽點 最後是他的青王賊有沒有辦法過Pevel的薩滿以及牧師呢 那我認為Pevel這邊應該會選擇先上一個T1的牧師 雖然薩滿還是T1 其實我覺得Pevel上哪個都可以 因為別人兩個都是對方只剩一個盜賊 我覺得這兩個打盜賊都還是有一定的抗性 牧師裡面有一張夾嗎 有一張旁 薩滿沒有夾 可是他這薩滿的手環還不錯 然後白澤其實也是有留了一個軍情喔 白澤的青王術 青王術被ban了 納加海盜白兩隻 比較少見 破法者 愛你施法者 對 他這個青王賊相對好像是比較舊款 有點像是那種一開始感覺從海盜戰那裡開始慢慢改過來的版本 恩 對 結果然後因為他還有五費的那個嘛 愛你鎖回來的 就相對的是比較久 因為現在大家基本上五費都是放588或是龍人 不然就是然後六費再接個凱恩 打一種戰場型 那這邊我覺得這場可能整個節奏會在薩滿這邊比較偏向 因為薩滿前面站到場之後又有火蛇 只要可以開始跟你打優勢換的話 你沒有配到背刺或軍情 你很難處理這個火蛇特特 恩 而且白澤在有這個圓圓圖的情況下 他很有可能這邊就先把背刺軍情給繳掉了 那這邊Pubble剛好就是直接一個火蛇換掉 然後下個陰火嘛 然後感覺這場可以很順利的抽到5加1進化 青王賊對5加1那一波幾乎沒有辦法吧 如果你沒有場面 因為青王賊跟薩滿很像 就是都打場面 現在青王系列的東西就只能打場面 就即使場面是持平的 其實你也不算 就背禁的話你也沒辦法 對 這邊破法子其實就是同Carrie 這邊看翠玉閃電有沒有跟上 武器也不錯 喬又重量 然後再一個圖騰 剛好回合術是在四回這裡做 不會阻擋你六費的 我們預想好的進化這一波 下一盒就是看Pubble 他可以進火蛇或是出去閃電 都可以把場面很好的穩住 那就可以很順利的進化 然後 白色這邊的話 那就是看他的暗殺花跟連擊那些做得好不好 刀砍 我下兩個1 那這邊Pubble如果進個大熊或翻個法上也不爛 那這樣就是 滿滿戰場 那我一樣是再敲掉一隻 應該是會砍南海水手啦 因為畢竟把攻擊降低一點 讓你花三個打點來解我的那個嘛 所以這槍的情況下一定是解 就是有種族的嘛 因為可以知道海盜是可以在這個隊伍裡面吃到夾層 其他都不會 那這裡的話 兩弓刀 哦 你有沒有在想如果翻刀兩弓刀有沒有比較好 其實也沒有 因為你解的數量還是一樣 這邊應該還是選擇直接硬進化嗎 你那個還要 我家應該我們還是先摸一下吧 你要打怪或是摸底槍 來看一下變出來的結果有沒有紅紅的 沒有 這裡非常非常強 信使瓦拉奇惡魔販子外加上神殿執行者 這邊會這樣打是因為他下一盒他想要直接嗜血帶走 就看你這邊要怎麼解 這邊老實說還真的很難解 這裡 解的方法應該是船長下然後 開一個毒開一個死 忍血 還是不行 感覺只能解掉三支吧 四支 會留一支66跟23 好像沒辦法怎麼樣好像都會 剩三支毒毒一支嗎 喔對沒有 對這個船長有加嗎 然後忍血 還可以你連你連到一起下的話你可以解到剩一支四三一支二三 這忍血應該是打55吧 他選擇打偷了喔這邊要選擇跟對方拼傷害了不解 喔喔那這邊就是四野樹倒了嗎 12加17也掛了 29 下面四血下去是12嘛就其他都不管 然後場上是17 上面那是29點 帶走 他要拉派起 這樣更痛 直接額外再打4D3 這樣是打 33 33 秒掉 一波反打拿下 溫 沒有其實 這個對局薩瑪 刀友來中間敲掉了兩次 然後圖騰吸了很多的打點 然後重點是因為他 一費 他有兩個螢火然後他搭配火蛇去拖到盜賊的節奏 然後加上 六費準時那個超進化 就一樣是進的那一波5加1的 分人兄弟加進化那一波 而且進的體質都是很好的 兩個66一個55 這個是體質已經算是爆棚的體質了 我們平均要求15就好 就是三個都是5 我覺得就可以接受 他已經進了兩個 超過那個標準體質 然後讓對面 必須要攪出手裡大量傷害去解 硬解到底會不會 很難 就是盜賊 青黃賊就是打一個場面 通常要逼薩門來結場 不容易啊 然後待會就是其實就是看 我覺得Purple看他有沒有拿到螃蟹吧 因為 畢竟白澤的青黃賊海盜系列偏多 因為他還放了兩個四費的海盜 就你夾到娜家那一隻 你拿一個二費吃一個四費 是檜面這個水晶賺得非常非常多的 對你如果螃蟹把那一隻四費的夾掉 那基本上整個就是優勢很大 不過通常我是覺得 只要前面有夾到優勢就很大了 因為畢竟白澤他這種是 他沒有交友 比較沒有偏那麼防守 然後也沒有誘除這種比較技能進攻的東西 然後烏龍人也沒有 等於說他的所有的生物都是在龍水範圍內 一掃就全沒 我們之前設定的就是幾個在打 牧師比較強的 尤其是逆鱗龍人這個 555的體質又不怕龍火 但這個TypePurple也沒有的情況下 那最後這個對峙就很弱 其實Purple這邊流牌流的蠻快的 就直接流光灰元素跟陣營盾 對我覺得相對的這樣流是不錯的 喔螃蟹來了 OMG 但是上面這回可能會比較走向 做一個范克里夫 但還好他 Purple是有流光灰元素加增營盾 如果他這裡再進一個 那真的是很難玩 嗯進了一個沉默了 真的很正常 其實他既然不進沉默 他進暗炎元素死也沒問題 對吧 對啦 但是 好 不愧是見過大風大浪的邏輯 對這個畫面一點都改了而已 還好啦 因為其實對方也不一定會打范克里夫嘛 不過 通常是會打 他現在手裡兩個最大可以威脅對手的東西 都不能加 他人打范克里夫 整個節奏好像也沒有很好 其實這邊搞不好 在想要怎麼打 這邊不知道有沒有可能會空過 拔個刀嗎 一起白的這個手牌不太好 但是手牌 第一個是他兩把刀 清王都沒有來 沒有清王的先禮 這個 當然 清王賊 在 在已經是一個劣勢的對決 他還是選擇上路 範克里夫 準備他選了軍旗陣型 雙戳然後撞掉 那這樣還好 那這樣就看Pubble能不能抽個 亮根草 亮根草或是什麼之類的 沒有那就應該很 然後你覺得對我攻城刺膠 不急 還在這個傷害控制的範圍 那這邊就是選擇出這個 然後這個武器可能不會 還是選擇砍 那這邊Pubble其實他只要再來一張暗炎樹劇 或是什麼之類的 把場面穩定住就沒什麼問題 因為剛剛說過嘛 白澤的生物都是被龍水 或是被縮小暗炎樹劇 就是全沒的東西 哇那這邊海盜撕下去 哇這你開夾 這邊夾下去是 沒戲 就整個會當場 瘋盤 輸的東西會太多啦 就等於我剛剛講了嘛 就兩飛換一個對面四飛的怪 然後我現在 我三四的體質 光看檯面就是我一定可以接你兩隻 沒有問題 對 就是三四基本上就可以換你兩隻生物 這邊是在想這個北軍需不需要下 其實是可以下的 可以下考慮幫對面軍情補血 我覺得沒問題 真的沒問題 你的問題最大的是 我說白澤這邊 我們原本幫他設定好幾個可以進攻的路線 比方說我們開始 用其他的怪鋪場 用親王來用體質優勢 這一場沒有發揮 因為沒有難到 這邊龍水來的話 那我覺得Pubble是整個 穩到不行 然後第二種情況是我們build一個范克里夫 因為你能解范克里夫只有三種情況 你八回後DK 死或沉沒 那也是起手已經拿到沉沒去給對手壓力了 去避免這個情況 這邊可能就是選擇親王加范克里夫了吧 對就一直一直站一下場 然後Pubble應該也是很簡單的 一直一直告訴你 所以我打個龍水吧 少一下場 兩邊真的是很夠意思啊 對因為畢竟你把血量穩住嘛 畢竟你把血量穩住嘛 那這邊應該就是出一個花然後再出一個螢火吧 嗯 全部解我嘛 我就 就可能完全不會給你 有那個 起碼的機會 對 這邊其實比較難的點可能是會不會下廢倫嗎 現在下廢倫應該沒有害怕的東西了吧 兩張暗殺花都過了 他要解就 現在比較 現在怕後唯一要擔心的就是有沒有可能自己頭被打破這件事情 這裡如果下廢倫怕的話 就是現在隨時都要防自己 對方手上是炸擊暗閃12D加檯面機會不會死 照這個打法下去打的話應該 是很穩 就小心點就好了 如果這樣想他看這一手是不是一定要 一定要下廢倫 反正你只要過了就下廢倫 對方 我覺得逼對方在腳牌出來打 他有 那這邊應該是會4加 4加3然後人血添上去直接打了 只是不知道會打頭還是打 打廢倫 就直接怪犬下了吧 龍火也過啦 你最後這裡剩下 人防的是什麼 縮小距的話 6-5不會死 嗯感覺就是可以下4費然後軍情消消費輪然後人血貼一二截掉吧 就是基本上已經算是歐印了 那其實Puffel這邊也比較麻煩 因為他這邊還沒有很好解場的方式 不過他應該會選擇先下萊拉了 差不多可以開始做一個沉默 然後0沉默 然後可能真的沒辦法再下老鼠 下個老鼠然後下個血法師或火戰師吧 感覺他是會下 應該是兩個二都掉了 下血法師 因為畢竟下個火戰師是還有一個261的combo 焊沙花 焊沙花可以喔 焊沙花然後這邊再打臉打10滴對方剩7滴 其實是有機會的喔 會想要我問一個會想要殺萊拉嗎 他應該還是會還是會解萊拉拉 你要看他像這個操作可能是應該是想 雙撞然後我按閃回暗沙花之後把三無解掉 武士提點刀砍 嗯 他在想按閃要不要給炸雞是嗎 應該還是選擇解掉 不過這邊蠻可惜的就是一樣就是被火戰師然後 縮小7以為可能就只剩1隻 喔這樣好像是全美了是嗎 稍微是可以解到剩 我想看五二 欸不是 先二嘛 然後火戰成績 補縮小 不行這樣不行 感覺他應該會打簡單一點 感覺就直接吸然後打一個成績服自己就好了 感覺這邊火戰搞不好還可以再留 我的解法是留一隻三 他選擇這樣子 就是你成績打完嘛然後 他這樣子也可以啦 就是他想要全部解嗎 不打不打邊吃的打法 解的好 這樣對方剩一個66戰嗎 那其實這樣Pubble現在也蠻麻煩 因為他其實已經沒解牌了 老實說還真的有點危險 他如果 這裡如果進鐵三角再來一角 他只要進鐵三角三角或卡閘也可以 那真的很危險 不行 沒有他可以縮小痛 對不對 減三可以再射神 應該會縮小痛 就繼續拖繼續拖 就一回合一張嘛 因為其實對方 白澤最大的生物現在只剩一張戰馬 其他都很小 老實說他如果自己有看的話 對就頂多這種四四船長還好 現在Pubble很需要的就是卡閘 他非常需要卡閘 他需要卡閘去印一個 無論是額外的掃場 現在可以按復活怪 拉閘也可以 那上面就要看有沒有跟 沒跟上 這裡最好就是打馬 這邊可能要解怪喔 因為其實你想你如果不解 你這邊打他頭 他撞你補一下 他居然下盒沒東西 你下盒抽什麼東西有用 對對對這樣打得好 其實你還是換一下 如果你這裡不撞 趁最後機會不撞的話 你每隻怪就解不掉 現在你就只能 堵那個Pubble抽不到東西 然後這邊最好白澤進的是下褲 他有放下褲嗎 有吧 炸雞 炸雞倒是沒 炸雞可能就直接開撞砍掉被刺 砍掉然後把兩隻都抽掉 這樣沒 沒有把1解掉 也可以 他把被刺留著想像配連擊 這邊抽到這個 這個有真言盾可以抽嗎 沒有 神 暗炎素巨 巨瘋狂跟環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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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琪奈了嘛 也沒有北巨那環暫時沒什麼用 感覺一定是拿巨或是那個 瘋狂跟耀鼠 瘋狂應該也沒有用 可能拿巨好一點 因為瘋狂跟耀鼠也是拉過來打臉而已 上面就只能希望抽到下褲 因為只有下褲可以幫他 其實他都幫不了他 這樣基本上Puffer只要抽到卡砸或是DK 可能就沒有辦法 這個也可以 這個就是你每一把 你每一張下去這個其實對 盜者人員都是嘲諷啊 因為他一定要解 他不踢掉這個6滴血 你等一下有可能可以刷更多 這邊其實很難 我選擇人血直接貼上去 喔 結束了 這裡拿到之後直接變DK 對這邊其實DK下去 場上還留一個回血的機會 這樣應該是 只剩兩回合了 那個白色 Pubble你看有沒有 慣性動作我常講的 就是那個差不多 就抬頭挺胸 慢 慢 沒事 當我沒說 這個時候有偷什麼東西可以毀滅世界的能力嗎 Buffet的那一張 那伊瑟拉 就牧師的那張牌 那個 叫一隻伊瑟拉 爭脫虎婆 還有一點機會 但是重點是血量太少了 就接下來他是直接會被踢死吧 這裡再打2 下這個 這邊 再打2 沒有好像 要看這張抽什麼 手裡再打4點 然後 然後看這一個 然後看這一個 略保抽什麼東西 還沒 那還沒有 差差一點點 聚關掉 然後再補3滴血 滿血撐回自己的30滴 看這個震動的幅度應該是已經投降了 好 最終非常非常可惜 白者按下了銅翔 恭喜 歐皇 Pevil Pevil 精彩 真的是精彩 真的是Pevil 真的是Pevil 你這樣子 沒有人要跟你玩啊 強 真的厲害 我們應該搜一下外面的贏了 有兩個人在 這個 VIP 看得非常非常開心 對 差不多要交棒交棒 對 沒有說 那接下來我們先來看一下 Pevil這裡賽後的 訪談 那以及 接下來市場的 ABCD組的勝者戰呢 會交由我們兩位 專業的主播賽評 Eason跟 以及我們的銅牌 賽評三下之九 負責來完成後面市場的傳播 恩 Tribe SP迎 Pevil Pevil PVIL P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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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取 Pevil Pevil P取 Pevil P 她的武力最大,她很難碰,所以很難碰,最初她很難碰。 到了最初的比賽賽,所以我覺得很棒。 非常棒。 要講話,有了解她們的角色, 之前你試過過的戶籤, 事情是很難受嗎? 不是很不同的 我只是玩了些遊戲跟朋友們 其實Zoolog worried了我一點 一開始我猜到Priest 但我試過很多次和Zoolog 其實我只有我的第幾個組合 是VSZoolog 是Rogue 就像是比较多的,有没有名的名字 我真的非常感激烈, 就是非常强烈 我可能会在我的 比较生命中 好,真的 所以,很常在游戏上的游戏, 在游戏中在游戏中, 然后在游戏中,你把游戏变成吗? 因为,以我看,它不是很常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无论之一 你只是把账截你只想要账 但其实Zu look basically 新的账截 因为之前没有人玩 其实我还没想到Zu会很强 那是一场的战略 一场战略的战略 我认为你已经在这场战略 你已经在这场战略 你已经在这场战略了吗 我认为你上次出门 昨晚的战略 我去Santa Monica Dr.Gynhine It's amazing I like the atmosphere Everyone doing sports activities there Beautiful Awesome Okay Well congratulations again And we'll see you tomorrow For another match So thanks a lot Pawel Good job Thank you We're gonna go check back in With Froden and Kibbler To continue the rest of the roundup